台東副縣長王智輝和德國經貿辦事處長林百科一同逛耶誕市籍 不過這裡可不是台東而是新北市 台東就是陽光之地 當台東的鳳梨市家來到新北市之後 相信很快雨就會停了 會這麼說也是因為兩縣市合作 縣服積極媒合通路商協助農民行銷 今年也有別以往 特別把原住民風味小米酒和市家特調呈現 去年我們在葉旦城的時候 其實賣的效果非常好 那今年在這個歡樂葉旦城當中 台東的市家再次來這邊見面 兩縣市合作已經第三年 高品質市家除了外銷 好東西也要留給國人品嘗 鳳梨市家以往是以外銷為主 那大家摸到這市家的時候 其實市家的判飾方法非常簡單 你摸它如果按得下去 已經有暖的感覺 其實就是最適合吃的時候 而台東生產新北行銷 不僅是口號 而是已經做到 第二天新聞 最後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 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